大家好我是风哥 很多人叫我做那个皇帝的懒人包 但是爆料那个人的影片其实也蛮短的好不好 目前看他的就够了好不好 我之后再看看要不要做好不好 因为他们那个圈子我兴趣不大 那今天继续来讲一番散诈骗 这真的是太扯了 孙生在IG透露 他们抓到的那个万年二楼的店家 之前被其他人抓到作弊 但是没有录到过程 反而被那个店家告刑事 现在被孙生抓到才装可怜 一副快酷的样子 还孙生都有点心软 然后有人说孙生只是想赚流量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店家讲的 所以你们觉得那个店家会不会改过自信呢 孙生是觉得很难 不过还是没打算拿掉马赛克 但是我发现其实孙生剃包的影片里面 有一瞬间没打马赛克 不愧是Walky Boys 真的很皮 那我看到他们影片下面有非常多人留言说 想知道店面在哪里 大家都想避开这种黑店 就有人整理了店家的位置跟特征 二楼是扶手电梯一上去往右 会看到一间卖鞋子的叫鞋霸 鞋霸右边那间就是了 店门口的左边有放扭蛋机 那我们来跟孙生当天拍的片对比一下 他们拍三楼店长的时候 也是有一瞬间拍到门口的衡量 确实是非常像的 据说那家店已经一两个礼拜没开了 也有人昨天去了 然后传影片给我 确实是没有开的 不过有小朋友在扭门口的扭蛋机 话说扭蛋机这东西会不会有黑箱作业呢 其实在二月就有人爆料过这家店怪怪的了 都是在肩负X的对面 因为好像没有店名 也Google不到 只能这样描述 他们当时抽到一半 想要的大响都还在 在犹豫的时候 店员叫他们出去逛逛冷静一下 结果不到十分钟想要回去抽 发现大奖突然消失了好几个 也没看到有人抱着奖品离开 其实抽之前 他也注意到欠的数量怪怪的 但店员保证都有贴出来 他们就没有系数 还有种种迹象让他越想越不对劲 决定发文给大家避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黑店不弄招牌 就是让大家很难锁定他 三月的时候也有人直播逛过那边 可以看看店内的环境 确实就是顺顺爆料那家 经典的兔年大吉跟这只巨鹰都在 所以如果之后开回来还是抽一番闪的店 大家就要小心了 其实贝利没七月的时候也有去过这家抽 旁边还有拍了非常多一番闪影片的草力线在 最后还是没抽到好东西 然后虽然都拍不太到店家 只看到头发不过应该就是孙生抓到那个 他也是像孙生说的一直喊加油 1 1 玩的一样 哎我不要我不要你抽你抽 你不是一番闪小王子快点 再一张 好来 再一张再一张再一张 好 我就给你最后一只机会吵一些 好啦 去场 去场 好啦 如果等一下一个大两个朋友 这些东西我要穿什么玩新军 好高兴我们今天吃到银家新军 才获得我们这些组组的奖地 也有人说七月就看到有一对60岁的老夫妇去抽 结果抽出一堆垃圾 然后笑笑的带回家 现在他觉得很靠北 当时店员是年轻女生还戴圆形眼睛 那讲完二楼的店再来讲一下三楼的 根据大家的情报 是在荷包不妙屋附近 一样是没有招牌的 也一样禁止拍摄 进去店里左边有几层展示小公仔的 然后一样是木地板 那讲的应该就是这家了 是在副发牌的右边 昨天还有在开 这真的符合网友说的 进去店里左边放了好几层展示的小公仔 然后是木地板 可以发现刚好这家跟二楼那家 一样有用白色的货架 也是贴了禁止拍摄 但是他没贴禁止散散 那我应该没事对吧 然后昨天货还多到要放出来门口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二楼的店没开 因为有人说三楼这家是二楼的总店 说二楼那家是去年开的 不过没有抓到先行办 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不过不得不说 不放招牌跟禁止拍摄 在这个年代 肯定是做震担生意的好策略 所以就有人推荐了几家好店给大家 说可能都要抽到最后才抽到的 其中一家刚好就是刚刚讲的三楼那家 也有另一家是其他留言提到过的 就在荷包不妙屋的右边 直接就在隔壁 他认为跟刚刚三楼那家也是同个集团的 因为他看到三楼的店员 常常在不同的店铺补货 那大家就自己判断这些留言的可信度 不过他没招牌又不给录影 我就真的不信那是什么好东西 反正不管怎样 当时在场的二楼店长 三楼店长跟三楼店员 不管谁是老板 谁是打工的 明显都是知情的 全部都是诈骗共犯 至少要让他们滚出万年大楼 我还去过万年好几次 幸好没有中招 那孙生昨天也有直播 说我店家怪他们打马赛克 这样影响到正常做生意的店家 也有出现类似的留言 所以这部影片也帮大家整理了嫌疑比较大的店 那孙生也透露 其实他们之后谈的时候有警察到场 孙生也只是跟警察说是在拍片 没有说他诈欺 结果他还跟警察说孙生他们恐吓 他就要跟警察说我们恐吓他 这是我最生气的事 我当他傻眼了 他说为什么你们把这个铁卷门拉下来 为什么在里面聊 我说是这个老板这个店长自己把铁卷门拉下来的 因为他可能不想给其他店家看到 可能怕丢脸 那个警察说什么 是他说我们就要拉铁卷门的 可是他自己拉铁卷门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会改过 另一方面 政府昨天有派人去无预警抽查 针对签盒中的签子数量 极限场公告 讲单签子回收表 核对检验 查了私家都正常 那自然是查不到二楼那家 因为他没开门 他们呼吁消费者抽一范长之前 可以要求店家清点签盒内善于数量 是否与对讲表已开出数量总数一致 那我是觉得穿便衣去抽查比较好 而且要先拿到盒子再说是抽查 不然拿出来给你的时候已经把大奖放回去了 然后不只要比对数量 还要看签盒跟配率表上所有签的序号 那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